可是你偏要被拼吹 是的 今天非常 舒宏特派員 來到這個 男神時代的劇組 來當這個特派記者 我們先第一個訪問的演員 就是我們的 安俊鵬 來來來 安俊鵬 安俊鵬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 舒宏 那很開心來到這個 男神時代的劇組 來做這個訪問 那你在這一部戲演的是 徐中庸 車文傑 車文傑 大家有看見整人專家吧 那個劉德華演那個角色叫車文傑 他飾演的是車文傑 那所以你們這一部算是一個 台劇翻拍這個港片 整人專家 是吧 那周星馳是誰呢 欸 就是我 就是演奏小 我就是演奏小 沒有啦 好啦你大概講一下 我們現在在這邊在拍什麼戲呢 現在嗎 現在嗎 對 現在在拍 現在在我演戲 是的 是的 他剛剛有跟我通靈 他說 他說 剛剛我們在那邊拍的是車戲 OK 店員你好 我是舒宏科派員 今天很開心來到本劇組的 來這個採訪各位演員 那你有沒有講一下你在劇組裡面演的是 在小彎 不好意思他現在打牌 打牌 那先讓他認真打牌 你認真打牌你不用看你 我沒有我可以 我可以講話 那妳當下衝到房間看到那個場景 妳有難過嗎 我看妳笑得滿開心的 怎麼會這樣子 是滿開心的 覺得很好笑 因為妳在那邊做浮一盆生這件事情 沒有 我明明就躺在床上 那妳這個 我也代替觀眾問妳 妳到底是挺張少爺還是挺張盛希 妳究竟要挺哪一邊 如果今天兩個電話學裡面 妳要先救誰 一個是張盛希 一個是張少爺 我要救姐姐 我會救姐姐 沒有 我在大海裡面 大海茫茫底下一些鯊魚 我會救姐姐 我會救姐姐 沒有 所以妳會選張盛希 當然啊 他幫我這麼多耶 太難過了 沒有說妳好像戲裡面是幫我的 但是是他提拔我的呀 那我再問妳第2個問題 那個劇裡面男神是在三位男神 哪一個是妳的菜 就是 硬要選一個 對 要幹嘛的 沒有就是說 就是 沒有要傳送接代了吧 不是 單純 這三位男神裡面 有一個妳覺得不錯 是妳的菜 因為三個我們都是不同類型 妳覺得OK了嗎 對 妳覺得我要怎麼選 好 這樣選就得罪啦 好啦 我自己選啦 他就我啦 為什麼是妳 因為 直覺 不是 直覺 直覺 講得蠻曖昧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葉新城 訂閱東森創作YouTube 和我一起支持男神時代 好 好 好